利用来通讯软体认识漂亮美媒 结果下场竟然是被骗18万 并且每天遭受恐吓 市议员何志伟接获民众陈琴投诉 在求场无门的情况下只有向议员反应 何志伟调阅资料后更发现 近6年来北市民众遭诈骗所损失的财产就高达70亿元 可说相当惊人 这70亿相当于777个家庭一年的支出 我们发现手机软体相关的诈骗 它的案件数暴增了将近100倍 那财务损失暴增了也来到108倍 但是我们的破案率从原本的16.67个percent 下降到6.71个percent 近年来智慧型手机快速兴起 而里头的手机软体 虽民众生活带来诸多的便利 却也让民众成为失财的工具 市警局不讳言地指出 由于诈骗案件 因歹徒将伺服器设于国外 造成警方侦办困难 也让手机软体诈骗案件逐年攀升 这些LINE、Skype或者是说Facebook 他们不愿提供个资还有IP 所以我们的侦查上就受到困境 但是我们也有反应中央刑事警察局 希望我们通信软体 这些试服器能够设在国内 那目前正在积极协调当中 最后和志伟要求 市警局应该加强手机通讯软体 或新形态诈骗模式的防范宣导 并且该增加编列预算 来教导民众防范 也希望民众在使用手机软体时 能够提高警觉 避免造成财产损失而得不偿失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